从圣经学英文 一方面学学英文一方面了解一下圣经 我们看 第十七章十一节开始 In the flesh of a private parts You are to undergo it It is a mark at agreement between me and you Flesh有肌肉啊 肌肤啊 肌肉 private part有私处 就是上一集讲的割离啊 就是小孩子割包皮啊 就是就约里面天主规定的 那个叫成熟啊 要成熟要去进行割离 割包皮啊 叫割离 犹太人叫割离 他们就这个因为就约里面加写 所以他们小孩子啊 都要割啊 作为一个ins 作为一个mark 一个标记啊 这个合约啊 就约就是 天主啊 跟犹太人定的合约 旧约啊 新约是 是这个耶稣基督啊 就是 当作啊 我这个上帝跟犹太人啊 定的合约的一个标记啊 标记啊 所以犹太人就是一定要请割离啊 遵守旧约的规定 就是在里面当中的所有的男性啊 毛是男性 female是女性 世世代代啊 从一代到另外一代啊 都要 Aste 000 就是要 要 要这个 必须要 要去接受啊 按组就承受 接收这个割离啊 当然小孩子到八岁 男的女的不算 女的也没有包皮可以割 然后如果不是你生的 就是仆人 他生在你的家里 古代除了一般人 有奴隶有仆人 仆人也算 只要生在你们家里都算 或者是对于那些人来讲 就是你花钱买来的 从另外国家买来也算 虽然他不是你的后代 是我们讲过很多次 他本来是种子 这边是后代 只要是在你们家里面 以前古代他们住帐篷 只要是你们家里面生的 不管是你亲生的 或者是仆人生的 或者你们买来的都要 就不管是生在你们家 或者是你们花一个代价 price 一个代价 买来的 都要 只要是你们家里 全部都要接受割离 割了以后呢 不管是你亲生的 还是奴隶生的买来的 就是可以作为一种标志 都等于是受我上帝的保护 就是有血有肉的 生物人都会有标记 这个只是一直以来 for all time 一直传递下去 都是这个旧约 只要旧约有效 割离就是一个标记 标志是我的子民 如果有男子 他前面讲七岁要割离 如果没有接受割离 没有割包皮 就会从他的 跟他的主人里面 cut off 就跟上帝子民里面 中断 看到的剪掉 是离开或者不在 的意思 那我的 跟你们定的合约 就是旧约 就是对他们是无效的 Broken 就是Broken 也不一定是他背了我的约 就是无效的 就Broken 这个合约 对他无效 破掉了 无效了 And God said As for Sarai's wife turn out her name will be not Sarai but Sarah 另外神也对亚伯拉罕说 所以你的太太 把他叫Sara Sara 那现在改名叫Sara Sara 改名叫Sara 改了名字 有她的目的 And now I give her a blessing So that you will have a son by her Truly my blessing will be on her And she will be the mother of nations Kings of peoples Will be her offspring 那你太太改名成Sara以后呢 我就会祝福她 然后赐给她一个小孩子 一个男 一个男孩 上次男孩嘛 雕的是女儿 赐给她一个男孩 我会真的 赐福给她 那她这个 太太改名成Sara以后 她就会变成万国 万国之母 这个所有国家都有国王嘛 国王都会是她的后代 Then Abraham went down on his face and laughing say in his heart Me a man and a hundred years old he have a child with Sarah at ninety years old give birth 亚伯拉罕听了 心里笑 不敢笑 心里笑 就是脸朝下 然后笑 在她心里面 暗直笑 不敢笑出来 心里在笑 就是一个一百岁 她已经九九岁了嘛 那我已经九九岁 我还可以生出小孩吗 我太太Sara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吗 and Abraham said to God if only Ishmael's life might be you care 然后 亚伯拉罕就对神说 我那么老了 生不下来 那你是不是知道 我之前生的Ishmael 一个儿子呢 活生生的在你面前呢 and God said not so but Sarah your wife will have a son and you will give him the name Isaac and I will make my agreement with him forever and with you seat after him 然后神就说 非也非也 不是不是 不是讲Ishmael 我是讲 你太太Sara 另外会生一个 现在没有 会生出来 然后生出来这个小男婴啊 你就给他取名叫 Asic 然后我会跟他 把我的约啊 这个跟他一样有效 forever 永远的有效啊 然后甚至这个 男孩啊 生下Asic 他的子孙啊 都一样有效 As for Ishmael I have given the year to your prayer Truly I have given him a blessing and I will make him fertile and he gave him great increase He will be the father of twelve chiefs and I will make him a great nation 至于你已经生的Ishmael 这个没有问题 我还是啊 我就是让你们这些啊 祈祷者 我都让你们 我这样正大光明 告诉你们啦 你们所有人祈祷者啊 像我上帝祈祷的人 我都 竖着耳朵听 我告诉你们 真的啊 Truly 我一样会给Ishmael 祝福 然后我也让他 子孙啊 繁衍了很多 Farrow就是肥沃的 土地肥沃的 或者树啊 可以结很多果实 或者人啊 可以子子孙生生很多了 然后我会让他生很多 后代子孙啊 他也会是十二个丘长 Chiefs 十二个丘长啊 的祖先啊 你的 你放心啊 Issac生下来 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次没有 我也会让他变成 十二个组长啊 的祖先 领导者 然后我也会让他变成一个 建立一个很大的 很伟大的国家 这集讲这里 我会让他去 优优独播剧场上